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劲力爆发 所以就是价钱未必同的状态 或者期望挂钩 因为信了些 但今次我看他出来小圈都是有难搞的 经常都周围动这个马 自来今这只马是苏宝罗的马来的 说真的我自己对他真的认识不深 长期都逗留在松华 这个角度看上去的身体就不是说很漂亮 还有些圆的 树起的味道我都真的一样了 好了 春风得意 幕内建议他跑回沙田 不过他就过来跑着浮谷 并且缩程 缩程可以就赚级数 不可以就短 冷闻你才想 好了 戒砖三这些 今早这些都是没什么特别的 货货都差不多 就算你说上货下去加一眼 就草地就走快一点点 都是差不多 但是前脚都不是很开的 好 接着五入之星就卖变了 外面那只零距离 去了除雨石道 以兔泽里 上次厉害 追得好 真是浅鸣 好了 这一队就看到红尊闪耀 在遮住那只 他早段都顶得下 后来那只王者骑兵弹掉了 马就很早放弃了 最后就如是一般 那王者骑兵早上都不是开玩笑的 跳马就 好 大家开心 他下了我眼罩 弄多个大闸的 其实这些马越跑越进步 大闸他很多时候都是跟着跟着 当然水上之赢 又是很多形势合在一起的 好了 白心之威 又是上次发现了喘鸣 但是喘鸣是真是 很快又可以上阵的 那如果补得出 大家都自己留神 来到第六场了 四班千二米 这一组我觉得都 有得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联赢位 或者博一下VNP 其中譬如一号的浪漫勇士 当然是强 大家都可以见到 他的表现是很厉害的 另外就三号 德力寶区就是刚才我 特地都说一下 今早他草地的情况 以前我觉得这个德力寶区 好像都不是这么起眼的马 但是今早好像有点不同了 我觉得他跳 其实他的反应比我预期中来得好 所以是进步的 这只德力寶区 另外春风得意 我都建议大家可以拖 因为这只马的特性就是冲程很短 要引得很漂亮 如果大家觉得上次莫来拉 是不是输一场热门 去中距离 今次冷门就博杀 那我不反对你这么想的 但我不会这么想的 我只是从马的特性性能去出发 它是力短的马 所以这一次跑短途 反而我就会拖它 另外大家刚才留意福满宝没有神操 因为他上个星期才跑完 结果所以就全部都是慢功夫 飞机长骑下 一例一项了 我都不用想了 完全没有怨念 你看到他在《Lemare Live》的拍草多厉害 那种浪漫组合都不是野小的 这些神操里面 扯低了头一路 他是hold得到 你再计算 当然很多人合同的 他日后上到什么成就 大家都不知道 三岁北半球拍卖马 一出这样的赢 最初你都害怕 又这样又这样 他那时候是多当衰 就是一直都没有马赢 然后才赢回这些马 就是真的应该还有很多分 他本身还是一直在进步的马 一来一紧的了 浪漫勇士 沙漠的得力宝区 我有想的 我今早看他前半程 我都觉得 为什么那步好像 还未顺 还有可能下了雨 那块地那里可能差点 然后走得顺了 那只马就开始 最后的半程就来了 上次跑了一千 对手不同 今次是千二 但是你说 我觉得是很可疑的 另外齐心同行说了 就是他这些 以前查过一些呼吸 这些东西的 不过你无妨可以拖上去的 因为他长远都不错 另外大冷碗 当然是放了一只四 刚才都说了特省 你不是这样又放了半顿的话 那一定会热的了 冷碗我又怕走掉 你也知道他 其实这个马的状态 不要看他那些什么 十三十一 你看什么班跑 又要看什么路程 我觉得他基本上 这个状态维持得这么好 那就创入三三四四 分就分这些了 看一看他冷一点 那就是那个想法的 因为有只一胆 这组赛事有初出马 看看血统底细 自来金的符为Pinx 这些马跑到现在 数目当然不够以前多 但是成绩都算OK 因为今季来说 春风得意天天得乐 这些和全兄弟马都跑得挺好的 另外上一季赢过马的马 有潜力量、勁飞胜 这些都赢过马 整体计Pinx这些马 辞熟一点点 中距离赛可能较好一点 过往马王的鸿心威龙 都是比较迟熟的 至于自来金的母是 O'Reilly的女儿 没有上阵 母线家族的其他成员 短途马比较多一点 但个别有些跑到一里或以上 都会赢马 所以看了负母两线 这笔自来金看来饭数会有多少 初期有足够的速度应付短途赛 但跑下去有可能转向中距离赛 有机会更好跑也不一定 自来金来香港之前 在纽西兰参加过两次试集 一次第一 一次跑第二 和他一起试集的马 有些在当地都赢了马 苏保罗马房的初出马 上季表现就影真一般 整季一匹都没有 赢的没份上名也没份 但今季跑到现在为止 进步了 一出即逝马就一匹 那匹就是浅多多